西方思学是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 比较思学又其自身的特点 它不像写作通识或者断代识的历史学家那样 在连续叙述人类发展过程中寻找历史的意义 也不像历史哲学家那样在全球全面的总体模式中 获取历史的意义 而是从整个人历史中的 一直在撞击着人类的那些永恒的问题中寻找历史的意义 为此比较适去安装某种规范和范畴 从人类历史中挑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 侧重讨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及其某种情况下的特殊规律 也寻求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以阐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一同 各路认为历史的比较研究 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分为四阶段 也提出问题 建议问题 制定适当的研究规划获得或验证